花莲新议会教育小组3号上午召开了 秀林乡德布克弹650D号地上建筑物与土地的关系专案会议 并且邀请建设处离期民众申请两年的使用执照 为何两年都遭到退回 经过居中协调之后 决议协助民众申请合并使用执照 按照合法程序申请来保障民众的权益 又闻成花莲新议县秀林乡德布克弹650D号 因为需要建筑基地 需要离清秀林乡公所持有的土地建筑物以及土地的关系 为了保障民众的权益 花莲新议会并且组成专案会议 然后上午是在议会3楼召开 教育小孩组招职人李秋旺 先演郑宝秀来主持整个会议 成绩人则是说明自己合法取得土地 需要新建基地 申请使用执照的时候 小年当中却百分刁难 这个地生事务所就有了 他都画得那么清楚了 他都已经建物的测量都测出来了 为什么还要再重复呢 明明我这个就是合法的建物 再说 建管说的登记规则 跟我不动产 像地生事务所登记的 法源优位的问题 我的法源比较高还是规则比较高 这个你们应该考虑的 不是说以你的规则来限制我 已经合法取得这个建物的使用 或合法的建物执照 来限制我 像是不对的 你们多读过法 怎么会呢 怎么会颠倒了呢 怎么会颠倒了呢 我不懂啊 我这个百姓不懂 现在郑保修则是发难 公民应该协助民众申请 不要影响到他们的权益 如果那一块地是我的 我们要怎么去帮忙 我们自己怎么去处理 然后因为你是公部门 你要帮忙民众来处理这样的事情 还是要回到原地 还是要回到原地 还要请建律师在发这个 他怎么打过 建律师打过吗 我没有你打过吗 不可考 就像你讲的76年 有的已经30几年了 那我当我当50几年 我要做什么 你说你电子里面没 没了一句没就没有了 你们一定要想办法帮忙 你做议员就是 也不说图例说那块地多大 那个一品几百万 然后会图例到他们 可以帮忙的 我想你们应该帮忙 就像那时候我在讲 那个县政委跟那个市 市能会一定要 你们找不到36万 人家市能会就有 你们找不到 后来不是要给人家 也是吗 经过一个上午的会议 早前与秋旺则是 正对测试会议提出决议 那请建律师这边 这个跟申请人这边 把这个资料补齐 那连同这个建造的申请 并案送到建管科 那也请建管科 并案处理 那不要耽误到民众申请的时间 那也依据合法的程序来办理 用程表示 土地的原始使用执照 向护证书所申请的时候 都有引印本 建设处却催说没有证本 15年的资料全部销毁 不确定地主是不是 合法申请使用执照 而这是透过这次专案小组讨论 以及厘清权的之后 总算可以合法申请使用执照 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记得中文字幕导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